央视主持张书岳考上北大,高颜值壮脸高圆圆,23岁主持春晚四开挂。 近日,有消息称央视新人张书岳以416分的好成绩考上北大研究生,而且这个成绩在所有考生中排行第三,足以彰显他的实力。 据悉,张书岳这次考取的是北大MFA非全日志研究生,此后三年的时间将不定期在北大学习。 值得一提的是,张书岳今年只有25岁。 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没多久,23岁时的他就登上2020年春晚舞台,与尼格买提、任鲁裕、佟丽娅等人一起主持春晚,可谓是央视力捧的新星。 尽管主持能力不错,但由于太过于年轻,张书岳在春晚之后一度遭遇很多质疑,很多人都猜测他是带着后台和背景来的,不是富二代就是有资源。 许多央视主持在成名前都经历了多年历练才能登上春晚,而他刚毕业就已经成功了,这难免不让人多想。 不可否认的是,张书岳本人的能力也很出众,2019年他参加了央视主持人大赛,一路过关斩将获得了赢奖。 更有网友表示,张书岳的五官和气质都撞脸高圆圆,在主持人中非常出挑。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原因,后来的他才能够在央视一名惊人。